为了确保幼儿学习环境安全 简安乡公所向教育部争取到了 一千两百多万元的经费 来进行乡内幼儿园建筑物耐震补墙工程 而目前已经完工 乡长游淑珍率领相关的人员来视察 仔细检视工程的品质 他表示一定要给幼儿一个安全的生活 让他们快乐成长 简安乡立幼儿园建筑物在民国86年新建完成 为了强化建筑物的安全 简安乡公所向中央争取经费 进行耐震补墙工程 去年9月30号开工 在12月底提前完成 乡长游淑珍亲自前往检视工程品质 经历过两百多天 我们国教署补助一千三百余万的 耐震补墙经费 带来给孩子健康活力 成长安全的保障 谢谢我们所有的家长关心 也谢谢我们钢铁团队 简安乡公所最专业的来做执行这项任务 也在工期里面提早来完成 带给孩子一个非常适应安全的 未来的成长 这也是我们喜安乡公所要课证努力做好的服务 这一次工程打除了部分墙体 施作简历墙、扩住以及基础补墙等方式 来增强结构体的抗震能力 乡长游淑珍表示 后续还会再建置喇喇爸亲子汇本馆 活化幼儿园的空间 未来在内政补墙之后 我们要带来的是 喇喇爸跟读馆 华东基金易住 未来就是社区的亲子馆 更是共荣的土租馆 我们没有围墙 是通透性的社区使用的开放空间 我们相信此次的内政补墙 也会带来更多的建设 跟不一样的全方位的规划在其中 游淑珍表示 相公所会持续加强幼儿园的软衣体设备 提供专业安全的环境 让孩子们可以快乐学习 介续会节响报道